老大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 老大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就是 如果大嫂知道了唐楚蝶 就是孟蝶少庄主的事的 那个后果呀 你放心吧 大嫂一时半会儿知道不了 要我说啊 这个事就应该告诉大嫂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吗 你不懂 这女人一听见这种事 肯定就当时就炸了 你那么懂 你身边怎么没个女人 我呀 心里有老大就行啦 我决定了 我决定去告诉荣儿 我不想对她有隐瞒 就是 只永远包不住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相互坦诚 才是信任最基础的 你能够做个东西 喂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我这叫玉阳仙怡 你懂个屁啊 老大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现在 对呀 老大 现在好呀